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撒末尔记下的灵修 已经进入到第23章了 今天呢我们先看23章的 第1到第17节 那么撒末尔记下全部有24章 所以这是倒数第2章 那么23章和24章 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撒末尔记下的一个后记 意思就是说23章24章所记载的东西 不一定是按照顺序写的 为什么要加上这个后记呢 到我们讲完24章的时候 我们可以来思考一下 那么今天呢 请我们先看23章第1到第7节的经文 以下是大卫未了的话 耶稀的儿子大卫德居高位 是雅各神所高的 做以色列的美歌者说 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 他的话在我口中 以色列的神 以色列的磐石小于我说 那以公义治理人民的 竟为神执掌权柄 他必向日出的晨光 如乌云的清晨 雨后的晴光 使地发生嫩草 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 神却与我立永远的约 这约凡事坚稳 关乎我的一切救恩 和我一切所想望的 他岂不为我成就吗 但匪类都必向荆棘被丢弃 人不敢用手拿他 拿他的人必带铁器和枪杆 终究他必被火焚烧 这段经文是大卫的一首诗歌 他回忆他叙述神的恩典等等 不过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出现在这首诗歌里面 那就是约的观念 在这里大卫特别讲到 神与他立约 那么这个叫做大卫之约 这个约那就是要大卫 坚守神的律法 那若是大卫守这样的约呢 神也会给他后代不断地 继续延续他的国位 从神的角度神守约 大卫的角度大卫也要守约 那么这个叫做大卫之约 这个约其实是大卫一生 侍奉神的一个很重要的根据跟指标 那大卫在这个诗歌里面 特别强调这一点 从这个约的观点来看 神怎么样赐给他恩典慈爱 好了 讲完了一到七节呢 从第八节一直到第十七节呢 就记载了大卫好多勇士的事迹 那这些勇士都是跟大卫同甘共苦 一起奔跑人生苦路的一些跟随者啊 当我们看这些勇士的事迹呢 我想我们也可以回想 大卫在他逃亡的时候啊 争战的时候啊 困难的时候啊 哇这些勇士怎么样忠心的跟随他 那一个人有一群忠心的同工 跟随者 用现在的语言讲粉丝 那的确是一个相当蒙恩的人生经历 不只是语言上跟随 或者是态度上赞成哦 这些勇士都是有具体行为的 譬如今天读的经文里面 各位回去读一定想到有勇士 听到大卫口渴要想喝水 哇冒了生命的危险 跑去非利式人的营地去把水找来啊 这些都不是说我跟随你 我跟随你 口头上的跟随哦 是有行动的 这就是勇士啊 好了 那为什么要在大卫歌颂神之后 强调与大卫立约之后 记载这些勇士的事迹 人民等等呢 当然是跟23章一开始 大卫对神的赞美有关了 神怎么样恩待大卫 怎么恩待法呢 赐给他勇士啊 所以这些勇士一方面是 忠心跟随大卫 渡过难关 支持大卫 克服困难 这些勇士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那就是他们反而成为见证人了 见证什么呢 见证神透过他们跟随大卫的这个忠心的行动 来表达出神怎么样恩待和眷顾大卫 他们成为一个赐福的管道 神赐福给大卫的媒介 哇 当我们这样看的话 那这段经文的确提醒我们哦 第一我们的确需要歌颂神的慈爱 不过要体会一下 神的慈爱是怎么赐给我们的 有时候赐给我们好朋友 好同工 心智相同 意象相同的一群人 这也是神无上的赐福 愿主带领我们 现在我们是在教会时代了 跟大卫到处去打非力士人 那个时代是完全不同了 但是属灵的原则应该是一样的 那就是求主恩待我们 恩待的方式有很多 其中一个就是赐给我们 同心同心的同工 一起征战 一起打这个属灵的战争 愿主带领我们 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 平安 感谢您的心 明天